男人摔下矿洞 小腿瞬间骨折 可男人内心却在狂喜 他手里紧钻着一块石头 这玩意儿可比他的秘药值钱多了 他顾不上疼痛 艰难地爬上矿洞后 一路动地来到了鉴定所 直到检验报告出现自己想要的结果 男人终于躺在地上欣慰地笑了 丹尿原本是一个穷困了得的矿工 在挖矿时不小心摔断了腿 却因祸得福发现了一种比银矿更赚钱的东西 石油 几年后改进了挖矿设备 成功将自己的小作坊办了起来 只要将桶子放下去 再提起来 一周就是五千美元 可毕竟是小工坊 设备质量无法得到保证 这天 把老石油的绳子突然断裂 结果丹尼尔手下的一个工人当场送你 丹尼尔最终替工友收养了这个孩子 但他收养这个孩子的目的 不是因为大发善心 而将孩子当成了自己谈生意的筹码 自己半成失去妻子 独自抚养孩子长大的好父亲 这样总会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 也能在条件的谈判中占据更加有利地位 几年过后 丹尼尔手底下已经有数十口油田 来和他谈生意的人也越来越多 基本每次丹尼尔都会带着迈克一起去 将开采石油说成是家族生意 再加上丹尼尔确实有演讲家的天赋 让对方对他多了几分信任 这天 一个叫保罗的年轻人找到了丹尼尔 说自己家乡有一块油田 想与丹尼尔合作 通过保罗描述的地貌特征 丹尼尔并不认为保罗在说谎 最终丹尼尔用500美元 知道了男孩家乡的地址 不得不说 丹尼尔是个极具魄力的人 他打定主意后 于是编卖了所有家产 带着迈克来到了保罗的家乡 这是个极其偏远的小镇 几乎被灰尘与黄土覆盖 走了好久 两人终于来到了保罗的老家 丹尼尔假装成猎人 借此向保罗父亲打他消息 随后两人来到一处空地 打算扎帐篷 这时保罗的哥哥一来主动找到了他们 一来并不相信两人是单纯的猎人 因为他也知道地下没有石油的秘密 勘测土地后 丹尼尔发现地下确实藏着石油 有的地方甚至已经多的一出地表了 丹尼尔带着迈克来到山头 畅想着自己未来石油帝国的美梦 只要在这里拉一条管道 就可以坐在家里坐等收钱了 不用冒着生命危险 耗大把钱赚 不过另一色的丹尼尔 并不愿意为这片游舔支付他应有的价钱 只愿意以荒地的价格收购 却不想在桌上 一来当面拆穿了丹尼尔的谎言 可毕竟这里是穷乡僻壤 就算知道石油之前 一来也没敢多药 只要求了一万美元 让丹尼尔却直接砍了一半 只愿意支付五千美元 一切谈妥之后 丹尼尔雷厉风行 很快将油井架好 可谁知就在动工第一天 意外发生了 男人是个喘教士 他疯狂给信徒洗脑 这些人都是他敛财的工具 只要他就众人面前颠垮 歇斯底里越疯狂 这群愚昧无知的人 就越是相信他 丹尼尔终于见识到 一来在这位百姓心里的地位 看来想让那群矿工继续工作 他必须得到一来的支持 原来在钻井开工之前 一来就曾经找到过了丹尼尔 希望能让自己作为圣灵的自己 去为钻井祈福 可顺千如命的丹尼尔 根本不屑一股 时间就是金钱 在第二天钻井开工的时候 丹尼尔只是匆匆讲了两句 便火速启动了机器 而被晾在一边的一来 像个傻子一样 结果不响 钻井在开工的第一天 便出现意外 那个工人被活活砸死 众人心生恐惧 不肯下井 丹尼尔只好宣布暂停作业 然而将尸体打捞上来后 却发现那人身上 为一来教堂的标志 丹尼尔怎么想 这件事都与一来脱不了关系 但爱于一来的身份地位 丹尼尔不得不答应了 一来的所有条件 这天钻井事又发生了一晚 围于工人经验不足 不小心将又紧钻大了 花丝猛地喷出来 直接将麦克先飞 丹尼尔急忙着儿子跑去 并让人将周围的火种熄灭 却不想还是暖了一步 最后丹尼尔虽然成功救回了麦克 可麦克却在这场战难中 变成了笼子 这次事情后 父子俩的关系走向破裂 麦克时常吵得丹尼尔心烦 丹尼尔就在牛奶里 颤入白酒 让麦克陷入沉睡 这天因来了找丹尼尔要钱 结果被仗在气头上的丹尼尔狠狠叫训了一顿 让丹尼尔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一番发泄之举 竟然会在日后为自己招了麻烦 这天 一个自称是丹尼尔同父异母的弟弟 主动找上了他 他说自己叫亨利 随后拿出了身份证 以及家族的信件 丹尼尔这次相信 但丹尼尔留下亨利后 他真的将亨利当做了弟弟 会在夜晚和他说说心里话 然而亨利的出现 就让麦克认为他顶替了自己的位置 内心极不平衡之下 他趁丹尼尔睡着 在他们周围放了一把火 这彻底让丹尼尔对麦克失去了耐心 第二天大早 丹尼尔便将麦克 骗到去了福利院的火车上 反正最开始 丹尼尔只是将麦克当做自己生意上的工作人 没了就没了 一段日子后 丹尼尔的生意越发红火 见到亨利经验丰富 丹尼尔每次谈生意都会带着他 显然是将亨利 当成了自己的接班人培养 这天丹尼尔准备给油田建设油管时 偶然发现 自己当初买下油田时 竟然遗忘了周边的某一小块地 而这小块地正处于油管的铺水道路上 又是丹尼尔只好亲自找到那片地的主人 可不晓得是 主人不在家 起初丹尼尔毫不在意 认为这片土地十拿就稳 在主人没回来之前 便自作主张开始了勘测工作 情人都很激动 当晚就举行了庆祝 风柳气喝大了 违背了当初的诺言 向丹尼尔开口要钱去找垃圾 结果好不容易建立的信任轰然倒塌 丹尼尔开始质问亨利 种种他们老家的事 而这些亨利根本回答不上来 丹尼尔起疑了 他拿着枪逼问亨利究竟是谁 亨利只能说出真相 他只是丹尼尔弟弟的朋友 听他说了很多丹尼尔的事情 在他病死后 听说丹尼尔很有钱 这次找到丹尼尔冒充他的弟弟 结果丹尼尔一怒之下 直接杀死了这个冒牌货 男人一觉醒来 就被老头拿枪指着 原来他私自正用了老头的土地 老头答应可以卖出这片土地 但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成为依莱的信徒 原来老头也被依莱给洗脑了 他这么做 只想给依莱报仇而已 起初丹尼尔拒绝 可老头却拿出了作文 丹尼尔杀害亨利的手枪 这下丹尼尔没得选择了 没想到自己 竟然在一个神棍手里栽了两次 然而依莱一直记着上次的仇恨 正等着这次清算呢 于是在进行仪式的时候 一来将丹尼尔羞辱的体无完复 丹尼尔没有反抗 招管道铺设完毕 这一切都值得的 冒牌弟弟亨利死后 丹尼尔不得不将儿子迈克重新接回来 但父子俩的关系早已经破裂 但毕竟自己还需要一个接班人 丹尼尔做了很多努力 企图修复他和麦克实现的感情 多年后 丹尼尔终于实现了自己的鸿途伟业 成为一代石油大王 然富丽堂皇的别墅 却显得如此古迹 这天麦克告诉丹尼尔 自己想要出去单干的消息 这对丹尼尔来说 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想不到自己培养多年的儿子 竟然想着背叛自己 丹尼尔瞬间怒了 他说出了那个 隐藏在自己心里29年的秘密 麦克根本不是他的儿子 只不过是个工地篮子的遗孤 最终麦克还是离开了丹尼尔 丹尼尔拥有了一切 却失去了一切 顾家寡人的他 只能靠着酒精寻求安慰 麻痹自己 这天丹尼尔喝的烂醉 管家提醒他有客人来访 在未经过丹尼尔的允许下 客人自己走了进来 来人竟然是伊莱 原来伊莱将自己的钱汇洛于空后 想再次来向丹尼尔 要求合作开采油田 丹尼尔答应了 不过就要让伊莱承认自己 是一个假先知 信仰和金钱到底哪个重要 看看这个虔诚的信徒就知道了 可谁知 丹尼尔却摆了一来一道 那些油田早就被开采过了 伊莱一分钱都拿不到 伊莱慌了 他开始低声下气地哀求丹尼尔 可丹尼尔心中一直憋着一口气 而现在他全发泄了出去 很快老管家听到动静走了下来 而丹尼尔只是淡定地说了句 用身边的一切都去换成前后 你真的还会快乐吗 欲望适当就好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穷目内容 不过你来后不来 娜娜每天都会为你省号